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2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读报 我是Jennifer 日前中共武汉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前主任王献良 因感染新型冠状肺炎抢救无效去世 这是已知的第一位感染新型冠状肺炎去世的中共官员 此前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黄毛红 曾被确认感染此型肺炎 多个信员显示 武汉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政局及官员王献良 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抢救无效 于2020年1月26日下午18点时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去世 王献良今年62岁湖北监利人 曾任武汉市民政局副局长 2012年王献良被任命为武汉市民众委主任 此后5年间他一直担任该职 据报道2016年1月 王献良等官员拜访中国佛教协会 受到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氏学成的接待 同年8月 王献良等官员当武汉贵委员司调研 9月王献良被免去了武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中共武汉市民众党委书记职务 2017年 王献良等官员因单位设腐败问题被问责 但去指武汉市民众委主任后 王献良仍在武汉市民众委任职 另一名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中共官员 湖北省商务厅副厅长黄献红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湖北省疾控中心及湖北省商务厅工作人员 正在排查近期与黄献红密切接触者 湖北省商务厅工作人员称 黄献红此前就出现了感冒的症状 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 站都站不住了 做了检查后才确诊 武汉是武汉肺炎的病源 没错 但武汉人不是中国人吗 武汉人不是人吗 请不要妖魔化我们 自武汉封城流落出去 会有武汉背景的人遭到本国人歧视 悲愤至于大声呐喊 武汉疫情不是武汉人的错 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中国当局在一个深夜突然宣布武汉封城 猝不及防的武汉人或者湖北人 从此有了第一次体会到同胞歧视的滋味 游戏跑到外边临时避难的 或武汉人在外面工作的 从外地回去探亲的 只要听到跟武汉沾边 那个眼光横扫 在社交网络上 那些无知的嘲讽受难的武汉人 更是不计其数 这种歧视有两种 一种是官方行为 一种是民间行为 首先来自官方 湖北首府武汉封城后 整个湖北省差不多陷入封城状态 周边省份 江西 河南 湖南 都竖起路障 封锁了湖北的出路 接下来就看看重庆和安徽怎么做了 给人的感觉 好像湖北省已经独立了出去 官方如此一来 种种歧视 无所不用其极 官媒在喊武汉加油 实际情形是 武汉的车开出去要加油并不容易 网络上公布的一个照片 是湖北石油赤壁市南港加油站 24日发布的告示 紧急通知 根据市政府通知 各加油站务必落实如下防空措施 第一条武汉牌照一律不许加油 这还是属于一个省的 至于民间的不同人情的议论 轻则讽刺 重则歧视的更是难记其数 在一个微信朋友圈有人问 湖北不让回 全国不给流 在路上的武汉人怎么办 另一位呼吁 不要再对武汉穷追不舍 求生的欲望人人都有 拿出一点陈锋的人性 拿出一点久违的善良 拿出一点对生命的尊重 一位赫赫有名的诉苦 我是湖北人 我们的城市生病了 又因为管理者的疏忽大意 病情加重了 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为了保一国而封一城 我们理解了 配合了 以为老师待在家里不出门 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但是随着疫情的扩散 全国人民对我们的嫌弃 排斥 谩骂 让我们的内心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这位网民说 他孩子的同学 一家回河南老家过年 全村人不分男女老少 轮流来他们家门口 喊着让他们滚回武汉 孩子才八岁 不理解这些人要干什么 这是他家乡的亲人啊 怎么突然之间 一个个变得凶神恶煞 恶语相加 网上流传的一个视频显示 一家湖北级到了陕西梅县 鼎盛大酒店 住不了酒店 旅客质问柜台 我们没有回过湖北 凭什么不给我们住酒店 你们收到了谁的通知 不给我们湖北人开房间 我们愿意接受检查 但不能排斥我们湖北人 有位网友愤怒的评论 感觉对武汉人 很像1939年的犹太人 到处被盘问查户口 人性在灾难面前暴露无遗 不苛求出现多少英雄 至少多保留点人性 北京学者荣健评论 说实话 改造这个党我有信心 用不了十年 他不转型就自己完蛋 大概率和苏共一样的命运 但改造国民性 我就没有信心 被毒化的太久了 至少需要进化50年 更有可能是100年 网上有人说 中国人不爱国 就是不爱中国人 看看目前各省 对武汉人所采取的封堵措施 真正是以零为贺 哪有什么同胞之心 法学教授张雪忠评论 今天我们野蛮对待武汉人 湖北人 明天就会轮到 我们被野蛮对待 这个国家也很难进入文明状态 中共新成立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26日首度开会 官媒称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这一小组的组长 而非喜欢当小组长的总书记习近平 而副组长意外由掌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担任 根据中共新华社报道称 领导小组会议提到 要及早做好新年假期后疫情防控安排 采取适当延长假期 调整学校开学时间 支持网上办公等措施 减少人员流动 此次疫情领导小组副组长意外由掌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担任 引言关注 习近平25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坦承行事严重 强调要对进出武汉者严格管控 又要求加强所谓舆论引导工作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认为打赢疫情防控战要靠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等 时评人士胡少江发文批评说 在中国官方的语境里 舆论引导这些话意味着要求加强舆论控制 镇压那些揭露官方不想让世人知道真相的人们 一句话在人命关天的时刻 他们还念念不忘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 文章说 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里 尤其是在一个保障言论自由 人民能够决定官员去留的政治制度下 官员们无法任意压制真实情况的传播 这样的制度便有利于全社会更早地解决灾难 尽早地对大型灾难进行预防和救助 而不会为了少数人的面子 为了一个政党所谓的统治稳定而耽误时机 这样的机制一定能够减少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分析认为 王沪宁本身是掌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政治局常委 这次其作为唯一的副组长 显见当局在疫情防控中 所谓舆论导向引导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从去年起 中共推行源自原教旨魔鬼马克思主义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整风运动 中央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是王沪宁 武汉肺炎仍在继续扩散 有中国专家表示 武汉肺炎的潜伏期为4到10天 平均为7天 但是最长潜伏期可达2周即14天 这种无症状传播也为诊断和控制疫情的扩散增添了难度 也就是说 没有症状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上了 但却能传染给别人 BBC健康与科学事务记者詹姆斯·加拉格尔表示 这是人们对这一新病毒了解的一个重大发展 同时他说 这也使中国当局阻止那些无症状传播者的工作更难 而过去的SARS都是在症状出现后才具有感染性 因此控制疫情也相对容易些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小伟 周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承认 疫情传播速度比较快 传播能力有所增强 他还说 现在疫情进入一个比较严重复杂时期 与此同时 英国帝国理工的科学家说 要阻断60%以上的传播率才能比较有效地控制疫情 而目前看来恐怕比较困难 伦敦帝国理工MRC全球传染病中心的研究人员 还通过计算估计 每个感染者还将会传染给两个或三个人 面对武汉严重的疫情 美国已经宣布下周二组织包机 撤离美国在武汉领事馆的所有雇员和美国公民 世界卫生组织WHO本周选择 暂不将这次疫情定性为国际紧急事态 部分原因是由于目前中国境外确诊案例 仍为较低水平 但WHO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未来疫情仍可能会发展成国际紧急事态 在湖北省政府的疫情防控会上 省长王晓东在该省生产医用口罩数量上 闹出笑话 多次改口 从说生产108亿只到生产18亿只 再到108万只 1月26日 中共湖北省政府召开有关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湖北省长王晓东 省委秘书长别碧雄 武汉市长周先旺出席了发布会 王晓东在介绍医用口罩时 刚开始说湖北省生产医用口罩有一定优势 湖北省仙桃市年生产108亿只 过了一会儿 下面提上了小纸条 王晓东改口说 刚才说的是口误是18亿只 放下纸条 他又读稿件时 再次改口说是生产108万只 是万只不是亿只 其次在新闻发布会上 下面的记者都戴口罩 但台上的省长王晓东却不戴 而省委秘书长别碧雄戴错了 把鼻子都露出来了 武汉市长周先旺却戴反了 旅美经济观察人士秦鹏发推文说 湖北省政府开个新闻发布会 一个没戴口罩 按照最新政府行政令是违法 一个戴反了 一个露着鼻子 终于懂得为什么网民说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冠状病毒了 有网友说 看看这些具有贵族气质的草包官员 连一个基本数字都搞不清楚 难道这就是老百姓纳税羊的官员吗 也有网友说 不奇怪 这一届贵族就是这个样子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